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yoyo 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今天故事的主题是黑猫与花猫 小朋友你有没有常常跟别人比较呢 有时候会炫耀自己 我的比你好 我的比你厉害 或者我的跟你不一样 这种不服输的心态呢 今天要教大家一个英文单字 叫做比较 比较的英文叫做 如果你想说 不要拿自己跟别人比较 英文是 意思就是 不要拿自己跟别人比较 小朋友 有两只爱比较的猫在等我们了 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从前从前有两只猫 一只猫叫黑猫 一只猫叫花猫 这两只猫很喜欢吵架 一下比输赢 一下子比谁比较厉害 喂 这个桃子是我先找到的 花猫这么说 黑猫很不服气 你说什么 我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这颗桃子了 你说什么 想打架吗 小心本大爷用我力哑 狠狠地咬你一口 花猫虚张声势地说 就凭你的牙齿 只要被我本大爷力爪一抓 包准你痛到想哭 黑猫生气凌人地说 哈 那有什么了不起 本大爷我 可是有着帅气扳稳的花猫 球球 说到猫啊 就会想到球球 我可是猫中之王啊 花猫球球得意地挺起胸膛说 哼 奇怪的名字 本大爷我 可是黑到发亮的黑猫 布鲁斯 这名字又酷又时尚吧 嘿嘿 球球不认输地说 你说到猫啊 一定要比胡须 本大爷我的胡须 这么长很帅吧 球球得意地摸着自己的胡须 呃 布鲁斯没话说了 因为他的胡须好短 他突然想到 说到猫 要比尾巴吧 快看看本大爷我的尾巴 又长又好看 呃呃 布鲁斯好得意地转动着尾巴 呃 球球好难过 因为他的尾巴好短哦 呃 诶 对了 说到猫要比叫声 你叫声很奇怪 就是 咪咪脚 哈哈哈哈 喵 球球一边大笑一边说 布鲁斯也不服输地说 呃 不过 不过 不过球球你 呃 咪咪咪咪咪 呃 诶 诶 诶 对了 你怕老鼠吧 身为一只猫 居然怕老鼠 嘿嘿 胆小鬼 球球 呵呵呵 然后 球球也不敢示弱地说 诶 布鲁斯 你讨厌鱼吧 我从来没有听过不敢吃鱼的猫哦 呵呵呵 球球一边笑一边说 呃 才没有呢 那我们现在一起去抓鱼 抓好多好多的鱼 然后我吃给你看 嗯 好啊 那我们走吧 布鲁斯 你抓到几条鱼了吗 球球一边偷笑一边问 呃 呃 布鲁斯叹了一口气 你抓的鱼技巧真糟糕 快来看看本大爷我 你看 这么多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 呃 球球 我们去爬树吧 如果是猫的话 不管多高的地方 都能轻松地爬上去吧 啊 好吧 比就比 喂 球球 快点爬上来啊 布鲁斯在树上 一边偷笑 一边喊着 呃 太高的敌方 哇 球球一边发抖 一边低估着 哎 球球 你害怕了吗 一听布鲁斯这样说 球球立刻反驳 那 那 那布鲁斯 我们来比赛 看谁先跑到那棵树的下面 预备一备 跑 球球 球与布鲁斯的速度 不相上下 一会儿你超越我 一会儿我超越你 就在快抵达终点的时候 啊 球球被地上的石头绊倒了 重重地跌了一跤 布鲁斯咻地一声 超越了球球 这时 布鲁斯一转身 回到了球球的身旁 然后 布鲁斯背起球球 跑了起来 非常卖力地跑了起来 要赶快带你去看医生才行 布鲁斯用尽全身的力气跑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布鲁斯和球球看到两只老鼠 这颗桃子是我先找到的 才不是呢 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 是我先看到的 两只小老鼠正在吵着 什么嘛 想打架吗 想要被我的闷鸟 哼哼地咬一口吗 好哦 只要被我的力爪一爪 包着你痛到想哭 布鲁斯和球球 你看我 我看你 不好意思地笑了 布鲁斯对不起 布鲁斯也说 球球 我才要跟你说对不起呢 于是 球球温柔地对布鲁斯说 布鲁斯 其实我蛮喜欢你的 球球 其实我最喜欢你了啦 清新的微风从两人的身旁 轻轻地吹过 小朋友 这两只猫是不是很有趣呢 其实啊 作者说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藏着各种不同的心情 例如 这个我做得到 我很棒吧 这类要炫耀的心情 还有 我跟你不一样啦 这种不服输的心态 但是作者说 人的心理 不是只有这一些哦 温柔 体谅 爱人的情感 都在你我的心里 当你下次 想要跟别人比较的时候 你试试看 改变你的心态 尝试地去鼓励对方 赞美对方 你会发现啊 你自己会更快乐哦 小朋友 你还记得 今天讲的英文单字吗 比较的英文单字是 对啦 Compare 如果这个字你记起来 你就真的太厉害了 YoYo Story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